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 求知欲旺盛 理解力日渐成长的少年儿童 每每是望而生畏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让小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 承载历史知识 让孩子在兴致盎然乃至自发的状态下 学习历史呢 甲骨文学校系列儿童小说 不是为一种很好的尝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录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общ立筏期 Regga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人公、小学生悠悠甜甜小布丁 暑假游学故宫 在慈宁花园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蛆蛆 跟他穿越到了大明紫禁城 刚抵达600年前的北京 他们正好赶上了中国的中原节 依托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 形成了包罗万象神秘多样的节日 观察身边的孩子们不难发现 他们对于南瓜灯装扮出来的样子 讨要糖果都非常熟悉 然而这中原节怎么过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小读者们一定想不到 明朝的过节气氛 比现代的万圣节还热闹好玩 怎么好玩呢 烧虎头法船 逛庙会购物 看露天演出 蹭吃各种美食 人们装扮出来的夸张的样子 提着荷叶灯 西瓜灯 蒿子灯 嘻嘻哈哈的在街上游行 书中穿插了许多 介绍历史上中原节习俗的段落 书中写道 一个明朝小孩子 指着远处兴奋地喊 瞧 法船来了 这艘船花花绿绿 颜色十分鲜艳 船身虽然有二十多米长 但是看起来并不太重 几个汉子扛起来毫不费力 走近才发现 竟是一艘纸船 船头画着一只 二目圆睁的大老虎头 它长着血盆大口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不过看上去一点也不可怕 反而显得有些呆猛 小伙伴们却觉得他们喜感十足 一点也不可怕 三人嘻嘻哈哈的 冲着他们扮起鬼脸来 回到明朝 当时的北京城又流行 什么小吃呢 这悠悠甜甜小布丁出来乍到 就喝上了三碗热腾腾的豆汁 哎呀 比天坛北门那家还地道 然而古代人喝豆汁不配胶圈 笔石京城最流行的吃食是 元大内流传出来的莲子粥 奶酪 芝麻烧饼 那还有从南京城传过来的 金陵咸水鸭 这年代不同 北京小吃的品种 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大明紫禁城巧妙地设计了 许多主人公与历史人物之间的交集 您知道有一位明朝的皇太孙 户爱豆蟋蟀 三人组意外结识的皇太孙 居然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 明宣宗朱瞻基 他文武双全 很有作为 可是因为喜欢豆蟋蟀 唠了个蟋蟀皇帝的绰号 在读者认识皇太孙的同时 还可以从这注视当中 了解朱瞻基的大致生平经历 那么明朝的皇家园林当中 竟然藏着传说中的奇珍异兽 有幸让大航海峡郑和亲自当导游 带他们游西院 还见到了传说当中的瑞兽麒麟 没想到竟然是我们熟悉的长颈鹿 您看 枯燥乏味的历史知识 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场景 出现在了悠悠甜甜和小布丁的眼前 在这个故事当中 故宫不再是好大好无聊的建筑 这里充满着欢乐的记忆 同时也连接着孩子心中 对历史的文化知识理解认知 除了知名历史人物 三人组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玩伴 用现代电子通讯设备召唤上古神仙 小布丁一声惊天施厚功 就让我们固有认知当中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神仙 摔了个大屁股堆 风火轮掉了 火箭枪插入了地板 金砖滚到了桌子下面 看到了狼狈的哪吒 想必小读者也会像悠悠三人般 不禁磅腹大笑 不打不相识 就这样 哪吒和主人公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当悠悠三人在明朝北京遇到危险时 想要找哪吒帮忙 意想不到的是 神通广大的小哪吒 其实也有自己的苦恼 当悠悠和哪吒聊天时 发现竟是同病相怜的队友 原来他们都有着鸡娃家长 哪吒不仅要学习火箭枪枪法入门 火早暗器出街 魂天灵 能预备级等五花八门的课外班 还总是被老爸拿来 与金诈和木诈做比较 做着黄佳佳理解现代孩子的学习压力 用幽默生动的口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